我们来听一听第二现场三位嘉宾有什么样的观点 谭老师身上的优点还是蛮明显的 从他一上场 他自己给自己的那个一分钟的简介里面就会提到他的善聊 而且从他一贯的表现里面 善聊这一点就会表现得非常的一致 所以在一开始跟我们的印象就会非常的好 但是呢他在本身的积累上并不太足 同时他自己的目标感我感觉并不是特别的明确 还有就是对于销售技巧上缺乏一些 比如说刚才嘉宾让你给密拍带货 其实你当时应该自己坚定地说 要去推荐自己更熟悉的产品 因为他的产品你不熟悉 在这个展示过程中你肯定有信息是缺失的 你还是回答一下你陈建伟你的哪份工作 尽了最大的努力有多努力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好吗 我的第二份工作在旅游行业里面 在双11的时候 我那一个月的销售额是17万利润 你的其他同事呢同等级的 我们公司是有五个分公司 然后再加上我们北京总部 北京总部是40多位 然后全国各地的这些小伙伴 一共是有120多位 那我是在这120多位里面排的第一 那非常好 那你怎么做到的呢 你做了什么 对 我是在双11之前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下班了 我和我另外一个同事 我们两个合计 把这些好的旅游线路如何地上好 如何地体现这个旅游线路能吸引人 通过了两个通销 然后我在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做对比 然后找出来了 我自认为最好的这八条线路 然后我把这八条线路全部都上上去 进行一个图片的这个美化 以及我后面的这些介绍 非常的详细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在双11的时候 当天我大概是一共出出了100多单 非常好 那你有没有总结下 这是用了一个什么的方法 为什么辉煌下面不能延续辉煌呢 因为不可抗力的这个因素 然后没有做下去 我想发起一个小问卷调查 听到现在有谁听累了的举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加上我九 赵冯权你灭灯了 你就告诉我为什么停不下去 说事说不到核心点上 实际你做到了没讲出来 对 我问一个问题吧 我们这两家企业是你的新一企业 对吧 我跟斯凯乐 你到我们公司之后 你觉得你能为我们创造什么价值 我觉得在与人介绍这些旅游线路的时候 我还是能介绍得很详细的 第二个就是 我会花很长的时间 去和这些客户沟通 以及他们在当地出行当中的 这些他们自身的感受 我觉得能把这个客户的 这个回头率拉高 其实是这样的 咱们面试的核心 是我根据你过往的经历 来预测你为公司未来 能创造的价值 可是我 就是我预测不出来 你知道吗 就是面试 我为什么要给你薪水 给你岗位 是因为我能预测得出来 可是我前面总是抓不住 我觉得你好像说了很多话 但是我没有一个准确的点 可以有一个量化的产出 这不就是言之无误吗 你得通过你做的这件事 告诉我们 最后他叫什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